我们要为大家讲五转 五转就是说 大家在观察五蕴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善巧方便 就是透过五转来观察 那透过这五转来观察呢 你会更有一个具体的方向 具体的目标 否则你要观察色无常 要观察什么无常 有时候还感觉蛮空泛的 立根者一定会修 色无常就很好修了 但是呢 如果说你还是感觉空泛的话 那么可以配合五转 五转就是极灭未患离 我们会一个一个为大家讲 首先 这个有一次佛陀在王舍城的迦南陀族园 这个时候呢 尊者施利佛他在奇舍绝山里面 此时有一个长者子啊 叫做苏里纳 每天都在游行 都在森林里面游行 那到了奇舍绝山 这座山中啊 就到射利佛的地方 问 这个时候射利佛就告诉苏里纳说 如果一个沙门普罗门 一个出家人啊 他对于色 对于色法物质现象 不如实之 如果他对于色籍 不如实之 对于色灭 不如实之 对于色位 不如实之 对于色患 不如实之 对于色理 不如实之 那他这样子啊 没办法超越色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首先你对物质现象 不能了解 你没办法超越色 你就是被他困在 你就困在这里面 再来当你处于物质现象里头 你对于他的聚集 任何一件事情 他的发生 一定有很多因缘促成 很多因缘聚集之后 产生一个结果 你对于这个正在聚集中的因缘 你没有去发现他 那你也算不如实之 你怎么超越色呢 你要超越色 要对于他怎么聚集的 你要知道 所以首先聚集的集 也要入实之 不入实之就是 没办法超越色 再来对于色灭 不如实之 当色在聚集的时候 他就是处于生法的阶段 一直在生生生 可是生到某个阶段 他也会开始灭 在整个过程中有生灭 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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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可是当真正的主要的结果发生之后 他也会开始因缘幻散就灭了 所以你色灭的时候 有没有如实之 也要如实之 很多人他之所以会贪爱事情 贪求不完 不晓得他是怎么生 不晓得他怎么灭 对于生灭法 没有如实之 他总是觉得 要追求东西 可是不晓得 这东西会灭去 会灭掉 这是有点可惜的 所以我们也要对灭法 要如实之 接下来是味 色的味道 当你在尝某一种东西的味道时 你也要如实之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尝它的时候 我们是贪爱心作祟 迷失在味道中 没有从味道中 搓离出来看着味道 没有 我没有这么做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你能不能像一个 第三目击者一样 始终客观地观察这个味道 保持客观观察就好 这个是味 如果你可以像一个第三目击者 观察你正在享用这个味道 那么你对于这个味道 就不会那么贪爱 就不会一直陷入这个贪着中 就不会了 接下来是要观察 观察它的患 过患 任何东西 不管多么快乐 多么棒 当你享用它 享用完之后 会不会有过患 会啊 必定产生过患 所以你也要很清楚 每一种美好事物的背后 必有其过患 除非是初世间法 初世间法可以不过患 世间法 生灭之法 一定有过患 好 最后一个要观察 离 当你观察到过患之后 你就会啊 渐渐想要远离 你就会慢慢远离了 所以这是这个离 当你可以对于色本身 以及色籍 色灭 色谓 色患 色离 都如实之的时候 那么 你就能够超越色法 否则啊 你终究是被绑住在色法里头 你每一天都被绑住在里头 而不自知啊 我有一天啊 当你能够从中看到这五转 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五转 那么你就超越色了 就是这样子 好 那 色力佛说啊 一个沙门婆罗门 如果对于受想形式 也不如实之 然后对于受想形式的 极灭未患 都不如实之的话 那么一个沙门或婆罗门呢 也无法超越受想形式 换句话说 色受想形式的极灭未患理 你们都要如实之 不如实之 就没办法超越色受想形式 永远被绑在里面 那刚刚啊 色力佛讲的是 无法超越色受想形式的情况 那怎么样才可以超越色受想形式呢 反过来大家都知道 反过来是什么呢 对于色法以及色法的极灭未患理 通通如实之的话 你就可以超越色法 对于受想形式 以及受想形式的极灭未患理 都如实之的话 你就可以超越受想形式 所以是这样道理 我们经常啊 就是没办法客观观察 那才会产生很多的欲望和不自知 所以这边啊 等于都是要交代大家 要能够观察 当这样子能够超越色受想形式之后 色力佛他就问苏与那 苏与那呀 你觉得怎么样啊 色是无常还是 色是常还是无常的呢 当然是无常 那色无常之后 是苦还是不苦呢 是苦啊 苏与那呀 如果色是无常苦 是变异法的话 那么一个圣地子在这里头 能够看到有我 我所或者是互相在吗 色在我中 我在色中 瘦在我中 我在瘦中 乃至是在我中 我在色中 能够看到这种互相在吗 那苏与那也回答 没办法 没办法的 那 斯理佛 我去讲啊 苏与那呀 你觉得怎么样啊 同样的道理设法是这样子 那受想形式是常还是无常呢 是无常 那既然是无常 受想形式是苦还是不苦呢 确实是苦 那既然是无常是苦 受想形式也是编译法 那么一个圣地子 可以在受想形式中看到 有我我所或者是互相在吗 没办法 所以啊苏里纳 就是要这样子来观察 受想形式不管是 过去现在未来的五蕴 还是粗的五蕴 细的五蕴 内在的五蕴 外在的五蕴 远的五蕴 近的五蕴 丑的五蕴 好的五蕴 通通要这样去观察 它是无常苦 无我 无我所 不互相在 这样子你才可以超越 受想形式 那这个苏里纳 听了圣地佛的说法之后呢 非常欢喜 因为当你能够这样子观察的时候 叫做正观 你正观到五受阴 正观到五蕴 无我 当你这样子正观之后 你就对于世间 无所射受 你不会再被世间物所射受 也就是说你不会再执着世间物 既然不会被射受了 那你就不会再执着了 你不会执着的缘故 你自己就慢慢的进入涅槃 得到涅槃 那得到涅槃 所有的得到涅槃的圣人 都会讲一句话 我身已尽 犯行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是后游 这是得到涅槃的人 都会讲的一句话 那这个时候 苏里纳听到 圣地佛所说的 非常欢喜 做礼就回去了 所以这一经 告诉我们 透过观察五蕴本身 加上五蕴的五转 极灭未换离 我们渐渐才能够超越五蕴 否则我们终究是被绑在五蕴中 执着不舍 一直在取取取 不会放掉它 好 那这个是五转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 世界分别关里头 关于火界的部分 上一集我们已经为大家讲了 火界 它的特象就是冷啊热啊 这些都算火界 反正温度就是它的特象 那它这个冷热啊 能够使失误成熟或衰老 那它的这个陷起呢 就是持续攻击柔软 你看我们在禅修中 如果你打坐的话 其实啊火界是在作用的 为什么 你如果打坐的人啊 就会知道 打坐下去啊 尤其双盘 那个身体的温度啊 特别会提高 本来你如果没有流汗 你会变流汗 本来如果你只是感觉 你感觉很冷啊 坐下去就不冷了 为什么 因为那火界有提高 当火界提高的时候很奇怪 你坐久了 有入定经验的人 你会发现 当你出定的时候 回到日常生活中啊 你的心啊变得很柔软 不晓为什么就是变得柔软了 跟人家应对进退 都是柔软心 不会啊 就是硬斑斑的去碰触食物 这个是火界的作用 你看那个煮东西就知道 煮东西啊 你把东西放进去啊 本来啊 在冷冻库的东西 它会变软 最后就软软的 对不对 所以烹调的时候啊 火会让东西变软 同样的啊 你身体中的热 也会软化身体 软化身体啊 一方面它可以让心柔软 一方面呢 却会使身体啊衰老 这是火界的特象作用 跟献起啊 上面介绍完了 那火界有四种火 第一种火啊 是使人或物啊 温暖 你感到身体温暖 或者说当你生病的时候啊 你会量体温 看看这个温度有没有超过 所以这个是使 第一种火是使人或物 温暖 第二种火呢 是使事物老化 加速老化 第三种火呢 是使人或者是物啊 烧起来 当过热的时候呢 它会烧起来 第四种火界呢 是消化的热 你那个胃在消化的时候 肠子在消化的时候 里面有热 藉由这种热 你看 胃 肠 它会将 吃 吃下去的食物 喝下去的东西 嚼下去的东西 把它消化掉 所以 当你内在有消化的热食 尤其有缅甸人 他会说 说 这个叫胃火 透过胃火 可以消化 所吃的一切食物 那么 当没有好的消化之热的时候 胃就会出问题 所以胃 有没有问题 可能要看一下 你的胃火正不正常 如果失衡不正常 那胃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以上 这是四种火 这是四种火 接下来我们讲说 风界 风界的特色呢 这个 它的特象是 延展 扩大 与膨胀 你看那个气球 如果我们吹气球 那个气球会膨胀 对不对 所以它能够延展 扩大 跟膨胀 这是它的特象 事实上 你可以坐着 你可以从坐着 改成站姿 你可以从站姿 改成躺着 你从躺着 改成跑步 你这样子 变来变去的动作 其实 无论是转变的时候 转变动作的时候 还是动作持续在 动作持续着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通过风界 风界使得身体得以运动 风界它从周边支持着你 风界的作用 它就是造成移动 所以我们今天会走动 会做一切的运动 会做一切的运动 这个都是风界 风界造成运动的 所以运动选手 它的 它的这个 四肢特别发达 它 能够有 杰出的表现 那也都是它的风界 特别加的缘故 它可以造成运动 非常顺畅 当你移动的时候 你的动作 是由风界引起的 那它的限起 就是运送 它的限起是运送 那风啊 刚才我们说火有四 火有这个四种还是五种 有四 刚刚我们说火有四种 那现在呢 这个风 有六种 六种是哪六种呢 第一个是上行风 上行风 这是什么 上行风啊 使得我们胃中的东西吐出来 我们会呕吐 这个就是上行风 那下行风呢 下行风是 我们的胃啊 小肠大肠啊 它消化过后 透过下行风啊 将食物往下送 最后啊 这个排出体外 这个是下行风 第三种啊 叫做肠外风 只要在肠子以外的 都是肠外风 你看我们内脏 内脏 这个除了肠子会消化 胃也会消化 胃也有风啊 所以胃也有风 然后细胞与细胞之间 各个器官之间 它也需要风大在运送着许多的营养啊 还有氧气啊 不是吗 所以肠外风就是指所有这些东西 那第四种就是肠内风 肠内风就是肠子啊 消化食物 它把食物啊 这个 往下送啊 它就 这个在消化的时候 它需要有风大 促使着这个肠子啊 在消化食物 第五个是肢体循环风 今天你看我们有的人啊 末梢 末梢容易冰冷 这个就是啊 肢体循环风欠佳 如果你肢体循环风正常的话 全身啊就会正常 就不会有肢体末梢出现问题 等等的问题 那第六种风就是呼吸 这是最明显的 我们我们不是有呼气吸气吗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呼吸就是一种风 所以有六种风 那总之呢 风界啊 造成体内的运动 我们体内各个气氛都会运动 那甚至当你在行走啊 在抚养屈身你的身体时啊 都是因为有你的抑郁 或者有你的意识啊 促使着风界产生作用 所以基本上 风界你是可以控制的 因为你发动你的意念 发动你的心 去促使风界作用 是这样子的 那以上已经为大家 分别介绍地水火风这世界了 那介绍这些世界的用意何在呢 当你能够好好修行这世界之后啊 自我就不存在了 禅修者在禅修期间观察这世界 当你在行走的时候 你也观察世界 譬如说 当你的脚在筋形的时候 这边啊 我教大家 筋形啊 筋形一般的修法是怎么样 我们脚不是这样吗 一步一步地走 不是这样子吗 对吧 那当我们一步一步走的时候啊 你总是要观察 移动的那一只脚 这只脚 比如说右脚 这只脚先提起 出去 落下 左脚又提起 出去 落下 右脚提起 出去 落下 它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种 运动状态嘛 那我们筋形的时候 就是要将心灵 将我们的心啊 专注在这 移动的脚 不是专注在 不动的脚 是专注在动的脚 动的脚啊 它是提起 出去 落下 我们就是不断地在 观察着 提起 出去 落下的概念 我们 我们是往前方 向下 四十五度脚 眼睛啊 是向正前方看 并且向下四十五度脚 然后 在 走动的过程中 你是用你的心 去体会 去观察 移动的脚 不是用你的眼睛去看 是用心去看 用心去看 你移动的那只脚 你移动的那只脚 提起 出去落下 提起 出去落下 是这样子哦 这是一般的 进行方式 所以它是训练的 也是训练止 也是止禅 透过这种方式啊 你的心 也会趋向稳定 禅定 可是如果修观 尤其是修 世界分别观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子了 修世界分别观啊 你 怎么来用 进行修呢 当你脚 提起的时候啊 你提起 你去感觉看看 提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轻轻的 尤其提上来的时候 你觉得轻轻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风戒 促使着你可以提起来 那轻轻的 那是火戒 火戒会让你感觉 轻轻的 然后出去的时候 那是风戒 落下的时候 你要把脚往下放的时候 你会觉得重重的感觉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是风戒跟水戒 水戒会让你有重重的感觉 然后踏到地面 地面有那个硬或软的感觉 那个是地戒 所以你看哦 在一个精醒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修世界差别观 每一个移动 它都有不同的世界在作用着 透过这样子 来观察我们的自我 那这个自我越观察 它就越显得不存在 因为你发现在整个禅修过程中啊 只有提起出去落下 或者是只有地水火风 只有这些 并没有一个人在移动 并没有一个自我在移动 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地水火风在变换着 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有一个动作在那边改变 你没有看到自我 所以当你这样修的时候呢 便失去对人的概念 而且你看见世界 这世界充满在行住作物中 你没有看到人 那没有看到人 就会失去永恒实体的概念 因为在婆罗门教 在印度教里面 他非常重视的是 藏乐我尽这种思想 犯我合一的思想 在佛陀以前 就是这样的思想 佛陀出现之后 他想要解决的就是 改变这种藏乐我尽的思想 因为他发现 有的人说 怎么会是 怎么是无常的 万事万物背后都有他的道理 那个道理是常的 佛陀不是叫你看道理的常 佛陀要你看现象的无常 你看色是物质现象 受想形式是精神现象 无论是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他是现象 一旦是现象 一定是无常 所以他 他要你看到是无常 不是要让你看到常 所以佛陀的出现 他透过他的善巧方便 与禅修的方法 来扭转 佛陀门教 常乐我尽的思想 他要改成 无常 苦 无我不尽 这个透过世界分别观的修法 你也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失去一个人的概念之后 你就不会有那种 普洛萨 或者是 那种 Brahma 不会有 犯天的常乐我尽 不会有一个 神我的那种 常乐我尽 你就不会有这些 常乐我尽的思想 你就知道 一切的一切 都在改变中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缘合成的 世界 因缘合成才有自我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希望大家 透过这样子的了解 去除自我 去除所有的自主 阿弥陀佛